除了公投盟的帐篷之外 那么今天又见指向长期在西门町商圈 举台湾独立标语的西门町台独旗队 那么今天下午三点大概有三十名警力 站在西门町的红楼外面高举违法的告示牌 跟西门町台独旗队对峙并且录影搜证 那这个旗帜其实在这边已经七年了 台湾公投盟里幻里是十年 那这个旗帜在这边七年了 那这台独旗队的队长李宝鸾说 昨天爱国同兴会在此宣传共产主义 都没有警察出面致指 为什么针对台独旗队来 那台独旗队在那边有多少人呢 有二十到三十人在那边参加 平时平时就是这个规模 那每天大约下午三点到六点固定举牌 他们为什么要举牌呢 他说万华分局长说 台独旗队已经违反旗友法 长年没有申请 来 欢老师呢 我觉得看到这个消息 也有一个人心里面一定是 非常的心有气气焉 而且觉得非常的遗憾 那个人就是之前的新一份局长 李德威 大家还记得吗 对 2014年12月 柯文哲当天就任的那一天 他当着所有媒体采访的时候 李德威在他旁边 他说李德威说 如果法轮功的人再被爱国同心会的打 你就把你换掉 他还记得那一幕啊 你都会感觉到后来 他跟他的太太 太太是台北市消防局的主任秘书 叫杨炳芬 两个都是高级警官 辞职 退休啦 升级退休 后来去郭台铭 对 两个人因为觉得柯文哲 你太挺这个所谓的法轮功了 然后你这样子 害我们觉得被伤害了 被侮辱了 他们走了 过了不到三年 柯文哲是这么挺 这么挺之间 统派团体 我是觉得 之前他骂说统派团体打法轮功 他正在法轮功这边 他是因为这样而当选的 就他那天对于李德威 但我也不认为 他对李德威这样说法 是正确的啦 因为终究人家是公务人员嘛 你这样子当面给他屈辱 但是看得出来 他那时候的立场 跟三年猴现在的立场 你们说是判若两人 这立场完全是偏了 那我会觉得说 当你今天你的立场 做这么大的改变 你要大家说 对你不要失望 或者是你当初你的坚持 你的理念 你在台 你在统獨的立场 这样的一个巨大改变 你要大家不去质疑你 会不会太可求 所以我会觉得难怪 大家会认为说你柯文哲变了 三年前的柯文哲 四年前的柯文哲 跟现在的柯文哲 拘捕上他的烟 他对在这个立场上 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现在再补充一点 就是说 我们要看他有没有双重 那个支扒标准 为什么我昨天写的文在PT会被推爆 因为我后来整理出来 他在2014年 我们刚退场 太阳花刚退场的时候 他不是有 芳朗宁不是有清厂吗 清了共同盟的厂 然后后来不是引发那个包围事件 那后来芳朗宁说 那是因为共同盟没入权 就是他们入权 他不准他们有入权 理由是因为 你们申请的那个松山南的入权 结果你们到处乱跑 然后也跑多次闯立法院 所以因此不准他有入权 那后来是因为 共同盟做出承诺说 好 我们不会再这样做了 所以才重新给他申请 那 我看你怎么办 那现在呢 现在共八百壮事 他做了多少当初一样的事 他有没有到处申请之后到处乱跑 有 有没有到处去闯立法院 有 打警察 打立委 打警察 打立委 有没有打路人 连路人都打了 那请问做这么多事情之后 那为什么中正义没有用同样的直法标准 去告诉他说 你在这样做我就不允许你入权 晚间十点进行锁定 郑知道了